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小老鼠忙碌的一天 今天天气晴朗 阳光灿烂 大老鼠忙着在花园里翻土 小老鼠呢 戴着太阳帽悠闲地坐在秋千上 喂 小老鼠 还有好多土要翻呢 快来帮帮我 哦 我太忙了 不能帮你 我正在想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小老鼠边说 边荡过来荡过去 荡过来荡过去 我们种下这些种子吧 种子在黑黑的泥土里 会开出像梦一样美丽的花呢 大老鼠说 可是 我已经有一个梦 一样美妙的好主意了 正忙着思考它呢 忙着思考 什么都不干 小老鼠突然从秋千上蹦了下来 跳进了手推车 嘿 你干嘛呢 我还要用它装草呢 你看看你 弄得一团糟 小老鼠在车里躺了下来 凝望着天空 一动也不动 大老鼠抬起手推车 把小老鼠翻到了地上 绑绑我吧 小老鼠 我太忙了 不能帮你 说着 小老鼠跑到一边 踩厨局去了 大老鼠只得自己收拾杂草 哎 今天真是热呀 它擦了擦汗 吹了吹背 扑通 手推车一下子变沉了 原来小老鼠又跳了上来 这回它坐在了杂草堆上 把橱菊一只一只穿起来 变成一条花链 我推杂草还不够 还得推你 哼 气死我了 赶紧给我下来 把这些杂草扔进垃圾桶里 小老鼠把穿好的橱菊绕在脖子上 小心地爬下车 它还是没有去帮大老鼠 而是跑去采更多的三叶草 放在门前台阶上的花盆里 大老鼠只好吭吱吭吱地自个儿把杂草倒了 然后它爬上屋顶找靶子 嘿 小老鼠 快过来 这有个小靶子 你用正合适 大老鼠喊着 没人答应 小老鼠去哪儿了呢 大老鼠正准备爬下梯子 小老鼠从另外一边探出了个小脑袋 你没看我这在忙吗 我要收紧鸟的羽毛 我那个像梦一样的好主意可不容易实现 哼 有像梦一样的好主意 也要有行动 你总应该做点什么吧 小老鼠找到了三根雪白的羽毛 也把它们轻轻地摆在门前的台阶上 大老鼠一边忙着 一边指挥小老鼠 快点帮我把草莓搬下去 现在不行 我还要去厨房拿点东西 阳光变得火烂烂的 大老鼠热得头晕 耳朵里也嗡嗡坐下 小老鼠一点也不帮他 大老鼠气急了 小老鼠 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就在这时 小老鼠冲进了花园 呜 大老鼠 快点快点 快点过来 你看 我给你做了个什么 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 全世界唯一的 哈哈 我现在是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你的好主意 一顶特别的蒙着帽呀 那就谢谢你咯 嗯 我们今天都好忙哦 小老鼠一边打哈欠 一边说 现在只剩下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大老鼠拉起了小老鼠的手 我们一起美美的睡个午觉吧 小老鼠和大老鼠一起躺在吊床上 它们两个睡得相极了 小老鼠的帽子掉了下来 大老鼠的帽子歪到了一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小老鼠的帽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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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鼠的帽子